這個當然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合併的話呢 基本上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把他們全部13個 全部幫我另外再存一個新的檔案 那我把它放桌面 那特別注意喔 將來呢 這一個新的檔案呢 比如說我名稱叫全部好了 請你記得不要把它放在同樣目錄裡面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放在同樣目錄裡面 我們會用到一個叫DIR 剛剛有用到DIR 如果你把全部放進去 那自己又會自己把自己又會合併進來 有沒有 因為在同一個目錄裡面 自己就誘致自己 所以記得喔 這個檔案喔 將來要合併完的檔案 請注意喔 千萬不要 像之前有同學 是直接把它丟到同一個目錄裡面 這個目錄裡面呢 如果用DIR的話 變成自己又會找到自己 那自己又找到自己 自己又把自己合併進去 那就沒完沒了啦 OK啦 所以特別注意喔 大概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DEMO一下 有各位看 基本上喔 我們做出來大概就一鍵完成 希望把這13個全部合併在一起 現在呢 一樣喔 當然這個地方呢 跟剛剛一樣 這是什麼 一個一個 全部把它開開開開開開 開完之後的話呢 把它併成全部 全部打開來看一下 有沒有13個 基本上應該是13個啦 只是說現在沒有 那個順序排列 當然如果你要做 排序的話 你可以把這些排列在一起 做法上面的話 我大概說明一下 不過這個難度當然是一定有了 基本上做法喔 要怎麼樣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 我直接把問題07 把這個檔案先另存一下 桌面上好了 這樣比較好找 把它存在我們桌面上 OK 否 記得把它存成啟用聚集 因為裡面有VBA 如果說 我要去執行它的話 特別注意 那我就是VBA 做法上 我先DEMO一下 我的做法 1.開其中一個 開完之後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呢 這個 因為我要把 跟其他合併在一起 理論上 我會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一定是手動先自己做過一遍 但是我做過一遍之後 我不可能 如果同樣的事情呢 那我不要重複做 1.我先把椅班開 假設啦 DIR 也許先把椅班開起來 進來之後的話 我要做什麼呢 把這一個怎麼樣 像之前一樣 通貨複製 也是用SaveCoffeeS概念 然後呢 怎麼樣呢 建立一個副本 新增一個工作表 那 畢定之後的話 SaveCoffeeS就是這樣 之後呢 這個叫活業不一 原來的椅班還在 就怎麼樣呢 就 開一個了 之後的話呢 再來 把原來的椅班 其實可以把它關掉了 不要存檔 就是以後的全部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最後再存檔 要不就是 存檔都可以啦 那我 乙班已經在這個 活業不一裡面 那可是我要把什麼呢 把丁班放進來 怎麼辦 丁班 做什麼呢 丁班開起來之後 按右鍵 複製的時候 特別注意喔 關鍵來了 有沒有 不一 建立副本 最後了 反正這個不重要 就是反正我如果 只要把它丟過去 位置我先不用管 特別注意喔 其他要是利用什麼 Copy喔 而且Copy的部分的話 是把它複製在哪一個呢 複製到我新的這個 可以先怎麼樣 如果我先把那個 這個先取消一下 那如果我先把那個 剛剛 回業不一 另存新檔好了 也許我這邊可以 另存新檔 把它桌面上 明天的話 叫底線 佈好了 我如果說桌面上 這個還在 如果我現在按右鍵 複製的話 你名稱就叫全部啦 然後建立副本 按確定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全部喔 丁班的過來了沒有 有沒有 丁班的過來了 這個可以關掉嗎 當然可以啦 這個其實丁班 它的階段任務關掉了 好 那再來換下一個 假設班 一樣打 按右鍵 字 這個建立副本按確定 再怎麼樣 再把它關掉 你會發現呢 擠班來了 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流程 好 那我知道這個流程之後 可是我要怎麼樣把剛剛 應該可以懂了 反正13個 最後把它儲存 那全部裡面呢 就會有13個工作表 裡面 所有 那就合併到全部裡面了 流程到 這個流程 那只是說呢 我要怎麼樣把 剛剛做的這些動作 變成 一件可以完成的 所有的那個程式呢 基本上 我們來看一下 坊間的書籍 好像我也看過 有人寫 但是我實在是也 不是很滿意他寫的啦 所以我就乾脆看了半天 我還是覺得 還是自己寫好了 因為真的 你看別人的程式 怎麼看都覺得怎麼 然後怎麼就覺得好像 不是自己的 最後乾脆自己寫好了 所以我就把剛剛的流程 亂一遍之後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寫 我就把剛剛的那個 整個動作 全部串在一起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是相對的會比較多一些些 在雲端上也有啦 一 我一樣建一個 一個合併活躍部的一個程序 第二的話呢 我要先知道 我要合併的那個 目錄一樣按右鍵 編輯 不過這個地方大家 你等一下可以改成FileDialog 然後建一個什麼呢 這個XPACE 在DIR 你會發現這個 好像跟前面那個 刪除的程式還蠻像的 有沒有 先目錄給他 然後呢 要找什麼 找DIR 找所有目錄裡面有 那個Excel的檔案 先丟給我第一個 直到找不到為止 這個好像前面跟 刪除檔案是一模一樣的 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就底下而已 OK 那 首先的話呢 我們利用 Wordbooks 這個Wordbooks 就是那個工作部的物件 點Open Open 打開啊 打開什麼呢 找到的第一個 比如說乙班是第一個 那我怎麼打開呢 一樣 給它一個路徑 斜線 因為這邊沒有斜線 檔名 就是包含檔名跟副檔名 OK 那就是把這個找到的乙班打開來 那特別注意 我這邊有邏輯判斷 如果它不等於1 所謂的不等於1 其實就是第一次開啟的時候 另存新檔成全部 後面的就不用 不需要了 因為已經只有第一次開啟的時候 才需要另存新檔 那第二次以後怎麼樣 就是把它丟到那個 有沒有 全部的後面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這邊有一個邏輯 如果呢 它是第一次開啟 那什麼是第一次開啟 I不等於1 那這個地方是說 如果第一次開啟 因為I的值預測值 這個變數呢 預測值應該是沒有東西 或者0 那表示說第一次開啟 如果 一般它是第一次開啟 那我就呢 另外開一個新的工作簿 所以點Copy 後面沒有東西 表示說我另外開一個工作簿給它 然後呢 另存新檔 有沒有 Save as 這個地方的話 用Save copy as 用Save as 存到桌面上面 叫全部 先把它存檔 那這個時候呢 我把I等於1了 如果I等於1 那下一次那個邏輯 就會跑Ls了 也就是它才會Save as 那記得喔 再來怎麼樣 把那個檔關掉 基本不用再去開那個檔案了 基本上這個檔案 或者這個其實好像不關也沒關係 這個等一下再看一下 然後再來呢 第二個椅班 如果第二次椅班再開起來 那它就是Save as 一樣是Copy 可是問題 放在After 冒號 記得喔 上面跟下面最大的不一樣是 放在那個工作簿裡面的這個 的Shift後面 意思就是幫我放在後面 放在後面的意思 然後把它關掉 換下一個 下一個 知道沒有 最後記得喔 再把那個 我們全部這個把它關掉 那記得這個地方一定要加一個這個參數 Save Changes 的這個參數一定要加 因為之前好像忘了加 忘了加 奇怪裡面沒有 做完了好像 但是問題呢 因為你少了 因為Save 這個地方有個Save as 最後記得喔 關掉了 一定 因為你又加了 D型 所以最後記得要把Save Change等於True 否則的話 它好像存完 奇怪 怎麼只有一個一半 因為你最後少把它動作 那我們來試一下給各位看 就是把那個 舊的先刪掉 把那個桌面上的VBA 裡面的刪掉 看裡面空的了 好再來的話 我們跑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 S Pass 先幫我抓一下哪一個呢 現在沒 現在沒辦法 所以裡面也沒有先放 先把它 資料 我們來合併 合併的方式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是先 目錄取得 OK 然後呢 先抓第一個 所以它第一個給我們是 丁班 然後丁班的話 先把丁班 開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 丁班就被開起來了 開起來之後 因為I呢 預設值當然是空的啦 所以它現在一定會進到這邊 那把它Copy 把丁班怎麼樣呢 做一個Copy 產生一個 一個什麼呢 活躍布14 然後把這個 根據這個活躍布 把它Save as 好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S之後 Active 可能要抓到 所以就利用這樣的方式 把它一個一個存 所以這裡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合併活躍布的整個流程 不過這一題 這個地方 又會比前面的比較複雜 圍圈裡面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是第一次開啟的時候